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来讲虚存的管理 虚存的管理,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容需要讲 第一种就是夜市存储管理 第二种是断市存储管理 第三种是断夜市的存储管理 然后最后我们会讲一讲这个局部性的一个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到夜市存储管理 在夜市存储管理当中 它将地址,一个地址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页号 另一个部分是页类地址 比如说,我一个用户程序 它有逻辑地址 而每一个逻辑地址可以根据 页,划分页的大小 分出页号和页类地址两个部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程序进行分页呢 开始我们在讲这个时存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一点 其实虚存它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利用有限的资源 尽可能地执行多类的多大一些的程序 因为在实存当中 实存管理当中 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内存只有64K 我要执行128K的程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为内存无法一次将这个用户的程序 调入进来 那么由此我们就提出了虚存 虚存的理念就是通过对这个用户程序和内存进行分块 然后将用户程序一块一块地拿到内存里面来 这样一来 执行完的 先调入内存 执行完的 就马上又退出内存 让没有执行的块 调入内存的执行 这样子就使得内存执行比它大一些的应用程序成为了可能 所以说 页式存储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而产生的 我们把应用程序和内存分别的分块 也可以说是分页 然后用户程序 我把它分成了N个页面 然后内存 根据我用户程序分的页面的大小 也进行分页 因为这个内存到时候 每一个块是要读入一个页面的 所以用户程序分页的大小和内存分页的大小 应该要是一样的 否则就会出错 然后将用户程序分到页之后 就按一定的要求 将这个页一个一个的映射到内存当中来 这个页表就是起这个记录的作用 它记录了用户程序到内存当中 它的这个页号的一个对应表 因为在内存当中 是从0开始分块 也可以说是分页 分到比如说这里分了11个页 用户这里也分了十几个页 然后用户首先将这个0号页调入内存 内存一检查 2号是空的 是空的 还没有页面的 所以就将这个0号页 装入了内存的2号块当中 根据这个页表 我们就可以直观的查询到 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就是目前用户程序的第0块 对应的是内存当中的第2块 而用户程序的第1块 第1个页面 1号页 就是掉入了内存的3号页面 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对应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一个地址的一个转换的图 因为我们都清楚 在用户程序当中分的这个页 它是一个逻辑的一个页性质 然后它的地址 所用到的地址是逻辑的地址 而映射到了内存当中之后 就不同了 是一个实在的地址 你比如说这个0号页 实际上它是映射到了内存当中的2号 而不是内存当中的0号 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用户程序的这个逻辑地址 如何和内存当中的实际地址 进行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图 这一个图就描述了 转换应该要走什么样的流程 比如说我知道一个逻辑地址 逻辑地址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页号 一个是这个页类地址 好 我们现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这个页号和页类地址 它们的长度是如何来确定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还是以这一个图为例 例如这一个用户程序 它有16K大小为 大小为16K 而每一个页面 我分为2K大小 这样子我们就会有 这一个程序 就会有8个页面 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一个东西了 这一个总大小 因为总大小就决定了用户程序 它的逻辑地址空间的大小 要记录16K的数据 我们地址空间为多大呢 就是R的K次方 应该要等于这个容量 通过这个算式的计算 我们可以计算得知 K是等于14K是等于14的 也就是说 我要存储16K的数据 需要14位的地址空间 所以 这里我们就了解到了 总的地址空间的大小为14位 那么这14位 页的大小是2K 页的大小是2K 所以页类地址需要11位的地址空间 因为R的11次方是等于2K的 那么页类地址应该就是从0位到10位 这是11位的空间 去了11位 那么页号就只剩下3位的页号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了 页号应该为3位 页类地址为11位 接下来我们就还是回到这里 刚才已经知道了页号怎么求 页类地址怎么求了 现在是给你一个完整的逻辑地址 让你求出物理地址 它这个流程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取出它的页号 比如说这里的页号是3 3得到这个3的逻辑页号 我们就根据逻辑页号去查找 这个类层的快号 逻辑页号为3 对应的类层快号为b 当然b它是一个地址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地址 然后用这一个地址作为高位 业类地址不变 两者拼合 这样子就形成了物理地址 就这一块的话 我们有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考试当中出现过的一个原题 我们来看一看 在页式存储系统中的 逻辑地址 它是由页号和页类地址 两部分组成的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一点 然后假定页面的大小为4k 它的地址转换过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现在要你求的就是 逻辑地址 8644 转为物理地址 应该是多少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的一点 讲到的这个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 它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要如何求 首先将它分为两部分 页号和页类地址 然后再怎么样来做 大家先思考一下 这个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动手来画一画写一写 计算一下 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思考时间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题具体怎么解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 然后格式也相当标准的一个页势存储 一个相关的一个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牵涉到一个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的一个转换 因为我们开始提到的地址 可以分为两部分 多少位为页类地址 多少位为一号 这个位数不是相对于十进数 而言 而是相对于一个二进制数而言的 所以我们要解这个题目 它第一步应该就是把逻辑地址 化为二进制 也就是把八六四四 化为二进制 化为二进制 它就得到了这么一串数字 好 化为二进制之后 我们就要看哪一部分 我们就要看哪一部分为页类地址 我们开始也提到了 页类地址的位数 页类地址的长度 取决于你页面的大小 要将页面的大小 化为二的N次方形式 求出N 也就求出了页类地址 它的位数 比如说这里的4K 它是等于2的12次方 所以页类地址应该有12位 12位 也就是后面这一部分 页类地址 那么我们已经就把答案求出了一半了 然后我们就页号 除了页类地址的 就是页号了 然后根据页号 我们要进行查表 查表得到内存的快号 刚才的页号是10 而10是二进制的 二进制的10 转化为十进制 应该是2 应该是2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知 物理快号 它是8 8化为二进制 那么就是1008 这就是8 这就是二进制的8 好 页号 内存快号也求出来了 然后页类地址 我们也已经得知了 然后就把两部分拼接起来 把这个快号和这个快类地址拼起来 拼起来得到一个二进制数 然后将这个二进制数化为十进制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A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断式存储管理 断式存储 它这种形式 就是地址的形式 和页式的 是非常相似的 断式存储 是什么含义呢 断式存储 就是从用户的角度 注意 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将一个程序分为多个段 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点 就是这个段的长度 段的长度 一般比叶的长度 叶的大小会要大得多 另外一方面 还应该要注意 它和叶式存储的一个区别 叶式存储当中 任何一个叶 它的大小是相等的 而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端表当中 它的叶面的 这个段的大小是不等的 有30K的 有20K的 也有15K 10K的 这是与 叶式存储 一个很大的区别 然后它的理念 和叶式的 也有点相似 也是把这个存储块 把这个用户的一个作业空间 或者说是用户的一个进程 分为多个块 然后将这个块 在分别的去读到类层当中 只是它这个段 大小比较大一点 然后段的大小 它不是恒定的 有大的段 一个小的段 然后段式乘储当中 它的地址计算 和叶式的 也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一个图 一个地址 它的段号 是二号 偏移量 是一把 如果我们要求这一个 实在的物理地址 那么就要取出这个段号 然后与段表的起始地址 相加 然后找到对应的表象 段号为二号的 它的机制是8K 用8K 和这个偏移量 进行 相加 也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过程 就得到了物理地址 它段式存储的优点 是便于多道程序 共享内存 便于对存储器的保护 各段程序修改 互不影响 而缺点就是 内存的利用率低 内存的碎片浪费大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 它的内存的碎片浪费会大呢 这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段的大小会大一些 就等于在内存当中 脑袋分类一些 大的块 然后大的块之间 这些小的块 就是被浪费掉的 而相比之下 夜市存储 它的优点 就是利用率高 产生的内存碎片小 为什么呢 它夜市存储 它的这个夜分的细一些 很小很小一个的夜 2K2K一个 这样子 每次的那个碎片 碎片的大小 就是小于2K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断夜市的存储 断夜市的存储的提出 是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断市存储和夜市存储 它们都有不足的地方 断市存储 断市存储 它是从用户的角度 去进行分割的 分割的块比较大 但是那些块都是有实在含义的块 你比如说一个程序 它可以分为程序的执行段 可以分为程序的数据段 一块一块的 然后它这种形式便于共享 共享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就是在一个多用户的操作系统当中 它可能有多个用户 同时运行了一个程序 然而对于多个用户而言 这些程序是感觉上是独立的 如果说我们进行断市的一个存储 那么程序 我们知道程序的执行部分 它不会改变的 程序还有一块是用户的数据区域 那么我们可以将程序区域和数据区域 分别分为程序段和数据段 也就是一个程序区域和数据区域 数据段是大家不同的数据 就内容不同 而程序段都是相同的 所以当有多个人运行这样的程序区域 在我们的组成空间当中 就只要出现一个程序区域和数据区域和数据区域 在内存当中运行多次耗费资源 这样子就实现了资源的共享 但是这有一种形式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由于它程序段比较大 所以可能造成这个内存资源的浪费 而夜市存储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夜市存储当中 内存被划分成了很多很多 很小的块 然后程序也被划成很多很多很小的块 这样子一来 它的程序内存的空间就能够得到足够充分的利用 因为每一个内存当中的一个小块 它都是合法的 人被其他的 被程序所应用的块 而断夜市存储就综合了它们的优点 它将 程序先分段 再分块 然后每一个段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0号段 它就对应了一个页表 一个程序 它有一个段 这样子一来 程序的每一个段 它所要求的内存块 可以是不连续的快 可以是不连续的快 你比如说开始提到了段式存储的时候 它每一个段 它都是分的 操作系统当中连续的快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段来用 这个是另外一个段来用 如果说这个中间有空隙 然后这里是一个另外一个段 这中间段与段之间的这些空隙 就是被浪费掉的内存空间 而如果采用端夜市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夜表是一个夜号和内存块的一个对应表 然后存储块可以是离散的 这样子就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夜表 它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存储空间 它是一个段 但是实际上 它可以使用不连续的物理来存 这样子既充分的利用了内存 要使有意义的这些程序段 被划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段 使它们都能独立的一个一个的段 所以说用这个段夜市的存储 它两方都兼具了 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段夜市的存储 它就有这么几个优点 它第一个是空间浪费小 因为我们也知道了 它里面其实最终 还是把主层进行了分页 分了很多很细的页面 这样子就是主层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而存储共享容易 存储共享容易 是因为一个程序 被分成了多个逻辑的段 这些段都是有意义的 当多个用户运行这些进程的时候 它这些一个段一个段可以被共享 但是这种方式它也有缺点 段夜市 就因为又有段表又有夜表 它一个地址空间的转换 可能需要进行几次的计算 就从逻辑地址转成物理地址 它要经过几次的计算 这样子一来就大大的增加了系统的负荷 就使得执行速度 也要降低一些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以前的一道考题 这个考题基本上就把这个段夜市 这一块我们需要掌握的东西 都涵盖进来了 而且还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题目 在段夜市的管理的存储器当中 实存等分为 什么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刚才提到了对实存的一个分配的 是什么方式 注意这个是段夜市的 然后逻辑上的分块 是分成什么样的块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过了 就是夜 是对这个实存和程序都划分的 而段 就是对逻辑 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 是对程序划分的 是用户角度的 而实存是这个操作系统角度 系统角度的 这个夜一般是系统来划分 而段的话 就可以人为的进行一些操作了 在多道的程序 多道程序环境下 每道程序还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作为用户的标志 每道程序都有对应的 这个选项 这里有选项 我们待会再具体来看 一个逻辑地址 包括 什么 X是什么 然后 段号 夜号 夜类地址 这四个部分 然后他将这个逻辑地址 进行到详细的一个分配 详细的分配 然后 再让你进行 逻辑地址 与物理地址之间的转换 所以这道题目的考察知识点 是考得比较全的 我们再来结合一下这个选项 首先 有三个问 应该是很容易 就能够直接填出来的 就是 实存 应该是等分为夜 而 逻辑上的 模块划分 应该是分段的一个过程 所以 A选项应该是选这个夜 B选项应该是选断 接下来还有一问比较容易的 就是每道程序都有对应的 是一个断表 一个夜表呢 还是一个断表 一组夜表 或者是 一组夜表 一组断表 一个夜表 一组断表 一组夜表 这个问题我们开始就提到了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对于一个程序 它应该是有一个断表 和一组夜表的 因为断表的每一个段 它要对应一个夜表 所以说 一个程序 它应该是要对应 一个断表 和一组夜表 选这一个 接下来 C选项 就是一个 一个纯干燃性的东西了 但是这个概念 平常提的不多 每道程序 实际上是还需要一个 记号的 其实这个记号 它和这个断号 夜号 它有点相似之处 只是说 它的那个范围会广一些 它是在系统里面 有这么一个表格 然后系统给每一个程序 它分配了一个记号 就如同这种形式 系统中间 有这么一个表 每一道程序 它分配了一个记号 然后记号 对应的 有一个断的起始号 因为就这个 内存而言 它可能有很多个段 从一号开始排起 可能有好几百个段 而对于某一个程序而言 它们的断号 编号 应该是从 都是从零开始的 等于 它这个程序内部的 这个断号 它是一个逻辑断号 而 外面的这个断号 它是一个物理断号 但是如果说 你要准确的定位 它的地址 你就必须要把 逻辑的断号 转换为 物理的断号 C答案 应该是选 G号 最后 我们应该来看到的 也是最蓝的 就是一个逻辑地址 向物理地址的 一个转换过程 它里面提到了 逻辑地址 21到20位 是G号 接下来是断号 再是夜号 再是夜类地址 求解这一个问题 那就必须了解 系统对这些概念的 一个组织方式 我们来看一个图 在这一个表格当中 就直观地写出了 这个G号 段号 夜号 和夜类地址 和它们所占的地址空间 在系统当中 是这么一种形式 就是系统有一个G表 然后接下来有段表 最后有夜表 它们的组织方式是这样子的 G号是给的用户进程的一个编号 就是某一个用户进程 它会有一个 就识别用户的一个编号 就相当于给用户 分配了一块内存 它就指示出了 当然这一个表中 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我们就没一一列出来了 它有这个段的起始位置 然后就等于是 比如说 我给张三就分配系统当中的 1-5个段给它使用 而李四就分配6-20 这个段号给它使用 而王五 我给它21-100 这个段号给它使用 通过G号 我们可以查询到 段的起始号 把段的起始号 和逻辑段号进行拼接 可以得到内存中间的 段号 然后内存当中的 段号 不对 应该是 应该是拼接之后 能够找到 这个页表的起始位置 找到页表的起始位置 然后 这个就对应了一个页表 页表里面有很多个表象 然后 然后页表的表象 就和 内存的 块 是相对应的 所以说 最终就是找到了 内存的 块号 然后把 块号 和这个 块类地址 业类地址 进行拼接 就得到了物理地址 所以说 这个工作 要一步一步的下来 感觉像是 一层一层的下来 首先是根据 记号 取值 取到 段的起始号 再将 段的起始号 和这个 段号 逻辑段号 进行拼接 拼接好之后 就取出 这一个页表的起始地址 页表起始地址 与这个页表的逻辑地址 又进行拼接 就是页表辑地址 就是页表辑的逻辑地址 进行拼接 拼接好之后 取到这个内存块 取到内存块 然后 就将内存快号 和这边的地址 进行拼接 快号 应该是高位 而内存 页类地址 是低位 这样子 最后一问 我们也就得出了答案 就是首先 从记号 取出一个段的起始地址 再与段相加 取出一个页表的地址 页表的起始地址 加这个逻辑的页号 然后 就找出 就能够得到一个内存块号 内存块号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一位的过程 也就是说 如果我得到的内存块号 为11011 这么一个数 然后我要把它和另外一个二进之数 1111进行拼接 把它放在111的前面 那么我们就首先 要在这一个数后面 捕四个0 再与这一个相加 就可以达到拼接的效果 那么我们这一个 乘以2的11次方 也就是这个效果 就因为如果说 它后面要拼四位的数 我就乘以2的4次方 就是后面得到四个0 就拼接四位 如果说它后面要拼接11位的数 那么我们就乘以2的11次方 让它后面多出11个0 拼接和那个11位的数 相加 就得到了完整的地址 下面我们来看页面置换算法 页面置换算法 是做什么用的呢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页势存储当中 内存的数量 是可以少于带运行的程序的数量 也就是说 内存如果只有四个页面 而程序有十个页面 这样的程序也是可以执行的 那么在它的执行过程中 就会有一个问题 例如 1、2、3、4块程序 都已经装入了内存 当第5块程序 要装入内存的时候 1、2、3、4块当中 就必须要有一块 让出空间来 而让第5个页面激难 否则程序就无法顺利的执行 然而这一个过程 就称为页面置换 而页面置换算法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利用什么样的策略 将内存中的页面 换出来 如果说内存中有四个页面 我该先淘汰哪一个页面 会比较合适 这样子就有三种常用的页面置换算法 一个是最优的页面置换算法 一个是先进先出页面置换算法 最后是最近最少使用的算法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个例题 以一个例题来讲清楚 这个最优先进先出和最近最少使用 这三种算法 在一个虚存系统中 进存的内存空间为三页 内存空间只有三页 而要访问的序列 是一 四 六 五 等等等等 这个序列 现在就要求你计算缺页次数 其实 求缺页次数 就要求我们了解这个缺页的一种处理方式 我们可以注意到 开始内存为空 所以现在就要按这个规则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先进先出算法的思想是 哪一个页面先进入内存 淘汰的时候就先将它送出内存 先将它淘标 先进先出 首先 首先 访问的是一号页面 此时的内存 此时的内存块123 这三个内存块都是空闲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将一号页面 读入 接下来是四号页面 读入四号页面的时候 六层块还是有空闲现象 所以直接读入 同样 读入六的时候 页面六的时候 也是直接可以读入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虽然这三个页面 都是直接读入 没有置换出什么页面来 但是它们也属于缺页 因为缺页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只要是内存中没有 就算是缺页 所以前三个页面 调入的时候 它也算是缺页现象 然后接下来读入 五号页面 此时就涉及到了 这个算法了 页面置换的算法 因为五号页面进入的时候 内存的三个块 都已经被填满了 被填满了 我们就要确定 哪一个页面 应该要被淘汰出来 既然是先进先出 一号页面是最先进的 所以它就要最先出来 所以一号页面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五号页面 接下来访问三号页面 三号页面 此时没在内存当中 内存当中只有五号页面 四号页面和六号页面 所以现在又涉及到淘汰了 但是五号页面是刚刚进入的 不淘汰五号页面 不淘汰五号页面 四号页面 是继一号页面以来 第二个进入的 而六号是第三个进入的 四号比六号先进 所以淘汰四号页面 这是五三六 此时又要访问四号页面 四号页面刚才已经被淘汰了 内存中没有这个四号页面 所以要把四号页面换入 四号页面换入 就要把六号页面 因为五三六 这三个页面 六号页面是最先进来的 所以要淘汰六号 取而代之的是四号 接下来访问五号页面 五号页面刚好在内存当中 所以不涉及到这个页面置换 接下来访问二号页面 二号页面 在内存当中没有 我们就看五三四 哪个最先进入 我们发现 五三四 五最先进入 所以淘汰五号页面 二号取而代之 接下来 访问五号页面 又涉及到了页面的置换 此时要淘汰的应该是三号页面 因为二三四 三个页面当中 三号最先进来 后面依此类推 这样子 也就形成了 就一个 也就是先进先出 这个算法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过程 底下标出来的新号 就是缺页的情况 用这个先进先出的算法 计算出来的缺页次数为 12次 比较高了 下面我们来看 最佳适应算法 也叫最优 置换算法 它是怎么来处理 这个缺页 这个现象的 首先前面的一样 一四六 这三个页面装入 然后进入第五个页面的时候 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最优 置换算法 它是怎么来 以什么规则 来替换页面的呢 它是这样子的 现在要读入 五号页面 前面的一四六当中 就肯定有一个页面 必须要淘汰 它就判断后面 后面哪些页面 要最近被使用到 你比如说 四号页面 就在 第六次的时候 要用到 而一号页面 在这个位置 要用到 六号页面 从此以后 不再要用到了 所以 它就把这个 以后 不要用到的这个页面 给淘汰掉了 而把最近 会要访问到的一些页面 留下了 这就是最优 置换算法 它的一个处理的一种方案 就是查看后面的序列 看哪些页面 先将被使用到 我就留哪些页面 而后被使用到的页面 就先把它去掉 这个还是比较科学的 接下来 就是访问 三号页面 结果三号页面 在类传当中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 仍然 进行判断 就看后面 四 五 二 五 四 等等等等 后面 我们就发现 四号页面 类传当中的四号页面 很快就被使用到 五号页面 也很快就会 被使用到 而一号页面 还要很久 才能够被使用到 所以我们把一号给淘汰掉 进三号页面 接下来访问四号页面 这时 类传当中有四号页面 所以 就没有缺业中单 五号页面 类传当中也有 然后访问二号页面 二号页面的时候 类传中没有二号页面 所以要替换进来 我们就看 三四五 哪些进程 是比较先 会被访问到 哪些 这会儿还不会访问到 我们可以看到 五和四 很快就被访问到 而三相对而言 靠后 所以我们先把三 淘汰掉 后面的以此类推 最终我们算得 这个缺业次数 这个缺业次数 应该是九次 然后是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它的一个一个淘汰页面的一个规律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判断一个页面是不是很长时间没被使用过了 很长时间没被使用过 它也有可能以后 也不会被使用到 那么我们先淘汰这样的页面 前面的三个还是没 还是没有区别 一样的 好 等到五进入的时候 五进入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判断了 一四六 这三个页面 哪个最长时间没被访问 六刚刚被访问了 四是在六之前被访问的 而一是在四之前被访问的 一是最久没被访问的一个页面 所以一被淘汰了 五进入了 然后再看这个 五四六 当中没有三 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判别 看五四六 哪些页面 是最长时间没被访问的 五和六刚刚被访问掉 而四 是比较早的时候访问的 所以四号被淘汰 接下来 访问四号页面 四号页面 在内存中没有 我们就要看 三五 刚刚访问的 但是六 更早一些 所以六应该被淘汰 接下来 访问五号 五号页面 在内存当中有 所以不要置换 二号页面 内存中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看 五四 三 所以三是最靠前的 最久没被访问的 所以三被淘汰了 就按这种规则下来 我们可以求得 最近最少使用的 算法缺页次数 为11 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出 最佳适应算法 它的缺页次数 确实是比其他的 几种算法 要少一些 所以才称它为最优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一个原理 就是局部性原理 这个原理 非常的重要 其实 分页 这种 存储 分配方式 它的提出 与这个局部性原理 有着密切的关系 局部性原理 分为时间局部性原理 和空间的局部性 它这个局部性 具体是怎么一个含义呢 它时间的局部性 是指的 如果说 一个程序 它的某一条指令 刚刚被执行完 那么 它很有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 又要被使用到 或者是某一个数据 被访问完 它有可能 立即 就要被 再次访问 而空间局限性 它指的是 一旦程序 访问了某个存储单元 这个程序 它有可能 在不久之后 访问这个存储单元的 周边的一些存储单元 这就是这个时间局部性 和空间局部性 我光讲这个概念 大家可能 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其实像这种理论性的东西 还是能够和实践 结合在一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估计大家 就会豁然开朗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 一个求和的程序 我们看到 这里面只有简单的 几条指令而已 几条语句而已 但是它就已经体现出了 这个时间局部性 这一小段程序 总共有1 1 2 3 4 5 这五条语句 但是真正用的多的是哪些语句呢 首当其冲的是这一个语句 四号语句 它要执行1000乘以1000次 而第一个定义语句 只要执行一次而已 输出结果的 也只需要执行一次而已 这里面就存在着巨大的一个差异 它要执行100万次 而它只要执行一次 它也只要执行一次 所以说我们如果把前面分成一个页面 假设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把一个语句分成一个页面 那是不可取的 假如把前面的部分 也就是数据的定义部分分成一个页面 而同时把输出结果的也分成一个页面 把中间分成另外一个页面 那么这一个时间局部性就体现得很明亮了 这一个页面要被执行很多很多次 而有些页面只要执行一次就够了 也就是有这一个理论为基础 我们的页面页势存储 才能够得到那么高的效率 其实如果页势存储 它的缺页率非常非常高的话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页面 它要使用到的次数 是一个平均值的话 那么页势存储 可能效率非常非常低 但是正是因为 有这种局部性的原理在里面 它一个程序 可能只有10%到20%的语句 要经常的使用到 所以说 内存只要分配给一个程序 20%或者是30%的 这个 它程序 占它程序20%到30%的内存 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局部性这个原理 非常的重要 就够用到 了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